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常见到的非接触力有重力、静电力和磁力 玩具会抵抗重力 没有掉下去而浮起来 表示受到的是向上的作用力 是静电力还是磁力呢? 将玩具拆开来后发现 原来玩具里面藏了一个磁铁 磁集N、S各在上下方 既然悬浮的关键是磁铁 若要让悬浮玩具稳定的悬在一定的范围内 下方平台里面是磁铁还是电磁铁呢? 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学到电流周围会产生磁场 把直北针放在电流的周围 直北针的方向都和电流垂直 如果改变电流的方向 直北针的方向也跟着改变 即使电流不是沿着直的导线流动 而是将导线绕成了线圈或是螺线管 当电流由左边流入时 周围的直北针沿着这些方向 当电流改成由右边流入时 周围直北针的方向也会随着电流方向改变 而跟着换方向 如果这个平台底下的电磁铁是通电的线圈 底下的线圈该怎么摆放最有效率 最方便操控呢? 应该直的放还是横的放呢? 电流又应该怎么流呢? 有没有快速判断的方法呢? 因为一条长直导线电流周围的磁场 会产生的磁场方向绕成一圈又一圈 每个位置的磁场都和电流方向垂直 电流和磁场之间的关系是立体的 我们改变观察的角度 磁场会跟着电流一起改变 导线电流和产生的磁场方向的关系 刚好和我们的右手很像 食指、中指、五名指和小指互相平行 大拇指的方向和另外四只指头互相垂直 因此我们把右手拿来快速地判断 导线周围的磁场方向 当导线是直的 大拇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四指代表磁力线的方向 也就是磁场N级的指向 这就称为安培右手定则 当电流不是直的 而是绕成了一圈线圈 电流会逆时针流动 周围形成的磁场磁力线 看起来会很像一个N级向上磁铁一样 这时候导线是弯曲的线圈 所以四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拇指代表线圈中心轴上的磁场方向 如果把导线绕成很多圈串连 就变成了螺线管 这个螺线管的磁力线 看起来也会很像一个磁磅的磁力线 导线是弯曲的线圈或螺线管 所以四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拇指代表螺线管中心轴上的磁场方向 即使我们将一个容易被磁化的磁性物质 放在螺线管里面 周围产生的磁场 还是可以用安培右手来判断磁场的方向 与内部无磁性物质的螺线管相比 有磁性物质放在螺线管内部的磁场较强 没有放的磁场较弱 但是这样我们只会判断螺线管中心的磁场方向 那么螺线管外围的磁场像是这里 或是这里要怎么判断呢 因为不论是磁铁、直导线、单一线圈 或是螺线管周围的磁力线都是封闭线圈 所以螺线管外围的磁场方向 可以用右手判断中心肘上磁场N级的指向后 可以想象成有一个N级在右方的磁棒放在里面 沿着外围画出封闭曲线 用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判断在螺线管周围各点的磁场方向 所以A点的磁场方向往左上方 B点的磁场方向往左 电流从右边流入螺线管 用右手四指顺着螺线管电流的方向绕 大拇指自然地会指向左边 于是可以将整个磁力线画出来 向左绕出去再从右边穿回来 所以A点的磁场方向往左 B点的磁场方向往右 你答对了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片头的磁服玩具 平台底下的电磁铁是通电的线圈 底下的线圈该怎么摆放最有效率 最方便操控呢? 原来底下有一个大磁铁 和四组小螺线管 磁铁N级朝下 当底下的感应器 侦测到上方的磁铁 在靠近右边的螺线管时 微电脑会调整电流的方向 要设定成能排斥磁铁 利用右手定则 很快知道电流应该要设定成逆时针 这时候磁铁远离左边螺线管 将电流设定成能吸引磁铁 利用右手定则 很快知道电流应该要设定成顺时针 靠着侦测器和微电脑 不断调整电流方向和大小 使得磁铁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个单元的重点 我们学到了 安培用手定则 是用来判断电流周围产生的磁场方向 当导线是直的 我们用拇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四指代表周围磁力线的方向 也就是磁场N级的指向 当导线是弯曲的 像是螺线管或是线圈 我们用四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拇指代表螺线管中心轴上磁场的方向 知道磁场方向后 周围的磁力线可化成封闭曲线 就可以知道任意位置的磁场方向 夏天到了 体育课刚下课好热 好想赶快吹电扇哦 电扇为什么会转呢 将电扇拆开来 会发现里面有一组线圈和小磁铁 称为无刷直流马达 电扇就是利用这个马达 让扇叶转动的 想一想 如果要让中间的四个磁铁组 顺时针旋转 应该要如何控制 外围线圈的电流方向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答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